平交道靈響這段氣準備放下 機車立刻停車 沒想到後方貨車竟直接追撞上去 導致騎士人車重甩落地 男子橫躺在地 周回住戶趕緊出來查看指揮交通 一公共現在車的汽車都動起來 它動起來 車都搶起來 附近民眾心中 當時聽到強大撞擊聲響 還心有餘悸 男子就到在黃網線安全帽突落 零件噴飛 索性他當下意識清楚 只有脖子擦上 沒有生命危險 自行走上救護車送醫 施法彰化市永安街平交道口 23號上午當時平交道靈響 但小貨車駕駛33歲 私姓男子 疑似貪圖方便 強快想闖越平交道 卻沒想到意外撞倒機車騎士 而他則變成是因為煞車不及量貨 我要轉然後 因為我先看後照鏡 前面那個地下突然緊急大車 我當下其實有反應 可是就算我反應過來 大車其實也搭不住了 汽車的駕駛 那以為他可以通過 那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才撞上前方停等的一個機車 警方表示當下警鈴已想耗置閃燈 這段氣也開始放下 貨車駕駛仍強行闖越 最高可出9萬元以下罰還 並掉照一年 還好當時貨車沒有直接 將騎士重鏡平交到鐵軌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陳盛偉聯兵謝雲甄 彰化採訪報導